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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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Susanne 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视频 看这大朵的玫瑰花开的太漂亮了 今天呢我炒了一个三丁 然后炖一个清蒸鱼 再做一个虾仁 咱中国人的年夜饭得有余 年年有余嘛 酱牛肉 青炒虾仁 三丁 炸了点薯条 炸了点春卷 还有一条清蒸鱼 我们的年夜饭就开饭了 啊 酱牛肉和清蒸鱼呢 都是小帅哥第一次吃 他特别爱吃这个清蒸鱼 觉得比德国的做法好吃 好吃 今天呢为了方便拍视频呢 我们把这个座位也换了换 这样呢大家可以直接看到这父子俩在一起吃中餐的画面 看小帅哥 直接把这个盘给端过来了 我跟我们家闺女说 我说咱老吃咱让给哥哥 我以前为什么没做过这种清蒸鱼或者怎么着的呢 因为我觉得德国人不喜欢这个嘴里边再吐出点什么东西 德国人做鱼呢都是给炸了 搁在一个平的撑里边给炸了 然后呢德国人呢是拿刀叉呢把这肉扒下来这么吃 等于呢他也就没什么味儿我觉得 这回呢我说咱这春节年年有余咱也就做一次 以前这个鱼啊都是按照德国的方式做的 这次呢是按中国方式做的 嘿 马克努斯还真爱吃 然后里边那些葱丝都被他认真的给吃光了 有的人问我呢说你们家人都吃的挺香的 然后吃的呢也不少 怎么都不胖是基因就不胖还是锻炼了 在这呢我也跟大家说说这个小秘密吧 那我们家这位呢是根据天气情况 一周至少要跑两到三次的步 每次呢大概是六到八公里 六公里的速度呢大概是25分钟 所以呢运动呢是保持体型最好的方式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运动 咱们中国人过年呢一般得吃糕点就是蛋糕 预示着新的一年呢节节糕 呃这次呢是德国的糕点 德国的蛋糕 看我们四个人一人选了一块 这俩孩子的是一样的 我这个是上面裹了一层糖 里边是那种奶油 我们家那位选了一个浓密的巧克力蛋糕 希望我们家每一天都能够甜甜蜜蜜的 也希望观看视频的您呢每一天也都甜甜蜜蜜的 您看这视频四块蛋糕放一起 马克诺斯问我们家闺女她想吃哪一块 肯定每次都是让我们家闺女先甜 但我们买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偏好的 两个孩子吃一样的 然后我选了一个我喜欢吃的 我们家那位就是巧克力的中式粉色 所以她就吃巧克力的 我这块为什么我喜欢呢 因为它和中国的那个生日蛋糕的味是最相近的 我也买了汤圆 准备正月15的时候呢 在一起吃中式的甜点 汤圆 大家猜猜我买汤圆是什么馅的 看我这个蛋糕 哇太好吃了 这奶油特新鲜 德国人对甜食对蛋糕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 我以前的视频无数中提到了 他们的快乐三件套就是小阳光 小蛋糕小咖啡 然后夏天呢在户外 喝一杯咖啡吃一个蛋糕或者吃一个冰激凌 最好呢还得晒在太阳碟 他们不怕黑啊 就晒在太阳碟 他们就最逮劲 我呢确实呢不太爱吃甜的 这可能有利于身材的保持 冰激凌这种凉了呢我也不是特别爱吃 但是呢我之前的视频里有介绍过一家冰激凌店 它虽然很小很不起眼 但是那家的冰激凌特别的好吃 只有一种口味啊 你看看这儿子还喂老爸一口 德国人也也讲亲情的 下一步呢他把老爸也崴了一勺巧克力的 嘿为他儿子了 这家庭观念重的亲情浓的部分 哪国人都一样 然后现在他们俩就月月一时看我这个了 我也别那么不懂事了 我也让人尝一下吧 我就说呢你拿你那叉子吧 然后你垮一下 垮一勺尝尝 我喜欢吃了 其实呢好东西呢就是分享 也不光好东西 啥东西互相吃也有意思 但是我让我们家那位吃呢 他就不吃 他倒不是不给面子 他就觉得既然是我爱吃的东西 那就先紧着我先吃 然后他就说呢他吃过这个 然后这小帅哥呢说 下次他也要吃我这个 他觉得我真好吃 看我这个里边还有果酱可好吃了 我吃什么的速度都还是可以的 看看我这块只剩下这么一小块了 新 新 春 春 快 快 乐 啊 perfect 新春快乐 快乐 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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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提莫 这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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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最好吃 最高吃 嗯 很辛苦 新春快乐